是什么让乱马心甘情愿的变了泰 这得从一张见不得光的照片说起 一天前 学校组织了烘焙课 小倩非常期待乱马品尝自己的取妻饼干 可经过上次那件事 乱马此刻出奇的理智 根本不敢轻易尝试 于是就让小泰刀得逞了 他抢了小倩的 留下了自己的 这是公然抢男人的节奏啊 小倩气坏了 都愿你默默唧唧的不肯吃 才让那变态女有机可乘 乱马自责至于决定抢回小倩做的饼干 可就在追逐之时 却被从天而降的八宝斋踩趴在了地上 看情况 这老东西又收集了不得了的东西了 可怜的乱马每次都受牵连 紧接着那万恶之源就来了 小泰刀本想趁机会给乱马生个孩子的 无奈远处传来了小倩的声音 那这次就先算了 下次一定 小倩捡起自己的取妻给乱马吃 可乱马刚经历了恐怖故事 哪还有食欲啊 突然惊险的八宝斋夺过饼干一饮而尽 她哭了 哭得很伤心 你们猜她说了些什么呢 反观小泰刀的饼干 却被这群呆瓜们吃掉了 紧接着就都晕了过去 久能发现里面放了蒙汗药 果然是变态妹妹惯用的手段 之后小倩备受打击 决定向大姐请教取妻的做法 然而一顿操作猛龙虎 小倩啊 你该不会把厨房的调料都放了一次吧 取妻们都无语了 但她是不会放弃的 于是买了好多本相关书籍 一定要让乱马开心地吃下去 然而却在路上看到了乱马和小泰刀在一起密语 原来小泰刀又来送温暖了 可乱马哪敢吃呀 好吧 你不吃的话 老娘就上大招了 原来当时那一瞬间被左猪拍了下来 这八卦的忍者 还真是给二主人做了件好事呢 所以小泰刀就有了威胁乱马的手段 你吃了我就给你 结果小倩收集到的信息 就是乱马这家伙喜欢吃小泰刀的曲奇 殊不知乱马只想销毁这张照片而已 小倩苦修曲奇神迹决定要与小泰刀一决胜负 虽然乱马现在看到曲奇就想吐 但眼下这情况是非迟不可了 突然 左柱传来飞行 小泰刀称自己已经做好饭菜在家等她 如不来 就让照片像暴雨般倾盆整个城市 眼下乱马是不敢耽误一点时间 不明原因的小倩只能气哄哄地追着 也万幸乱马跑来及时 不然这些美照就人尽皆知了 乱马怕留下证据 于是将其一口吞下 小泰刀健壮 原来你喜欢吃这个啊 那就吃个够吧 看来不找到底片是无法存活下去了 可小泰刀却表示 底片在她池子里的绿乌龟身上 乱马急驰而去 可池子里的那东西乃是乌龟啊 原来她的名字确实叫绿乌龟 底片就藏在那个项圈中 可小泰刀也忘说了一件事 强行解开的话 会赠送一波免费的强力电疗 这动静太大直接吵来了酒呢 此刻乱马消失 辫子姑娘上线 所以解释权就归哥哥所有了 酒能望着迷人的辫子姑娘 想必她是为了给自己送温暖而来的吧 与此同时 小倩也赶来了 酒能感觉自己魅力太大了 两个意中人竟同时跑来申请交往 不愧是你呀 酒能歪歪大神 乱马醒来就要去八项圈 起料又被电傻了 经小泰刀解释 拆下她唯一的办法就是泡在热水中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乱马邀请酒能共狱 就这样 酒能完全被乱马玩动于鼓掌之间 果然这项圈遇到热水就解开了 乱马如愿得到了底片 可门外的小台刀 却像情敌小倩炫耀了那张战利品 女人嘛 所以小倩踢着四十米的大刀就冲进来了 正好把乱马踢进了热水里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误会了 可酒能也找不到她的辫子姑娘了 小倩很伤心 难得自己精心准备了这么久 不过乱马得到的底片 帮她洗清了罪名 接下来就是撒糖时间了 甜吧 可到了夜晚 乱马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选马的印象里 儿子体壮如牛 胃如钢铁 从未食物中过毒啊 这次究竟是吃了什么脏东西啊 这是乱马中最浪漫的一集 身为笑话的小倩受到了话剧社的邀请 希望她能扮演朱丽叶 小倩非常高兴 因为她小学时曾演过一次 可惜当时像的男孩子的 她只能扮演罗密欧 所以这次她决定接下角色来圆梦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罗密欧的扮演者就要竞争了 毕竟九能前辈第一个 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如果是她就还好 就怕有色咪咪的怪老头 也要插上一脚 然而不止她俩 全校男生几乎都想扮演罗密欧 毕竟里面可是有吻戏啊 结果老少罗密欧凭借惊人的力量 淘汰了99%的罗密欧 乱马听说这次的奖励 是免费去中国豪华旅游 那不就意味着 可以去咒拳香徐南逆拳了吗 于是果断也加入了罗密欧之争 眼下三足鼎力胜负难分 那就在舞台上各见真招吧 虽然话是这么说 小倩也很认真在表演 可这些罗密欧实在太奇怪了吧 没想到一开场三人 就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主持人无奈之下发起了现场投票 但没用 只因左助将也想偶尔在舞台上发光发亮 要不是乱马从中作乱 这货还真就鱼翁得利了 乱马一个飞腿 将其镶在了墙里 反观这一老一哨竞争激烈 裁判倒计时10秒 两人同时出界 所以乱马如愿成为了罗密欧 观众们十分期待 可乱马根本就没记住台词 还好有两个老父亲出面就场 可那些台词听起来更奇怪好吧 什么原地结婚生孩子继承道场啊 你们两个活跌有没有搞错 但群众还想问他这个罗密欧有没有搞错呢 竟然拒绝亲吻朱利叶 还把小倩给气的 就连被淘汰的三人族也发出了唏嘘之声 给你机会你都不中用啊 既如此 你就退场当观众吧 老爷子用力过猛 直接将乱马打进后台 沾到冷水变成了女生 不过他也想出了一个好点子 眼下舞台这场面实在不忍直视 小倩直呼我不演了 但看到大姐那温柔又期待的眼神后 小倩又重拾了希望 朱利叶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无论谁演罗密欧都要接受才行 然而第一个冲上来的是久能 小倩酝酿半天还是无法接受 八宝斋则趁机抓走了小倩 并表示这是最新的剧情 罗密欧抢抢朱利叶 但打开后却变成了女乱马 原来她在一瞬间和小倩掉了包 女生的乱马也格外放得开 对着色老头就是一顿美酒输出 眼下八宝斋醉意正浓 乱马趁机借助神秘的法宝 顺利封印了八宝斋 可还有一个色鬼怎么办 踢也踢不开 反而被她强行灌醉了 小倩出面来救场 并表示自己才是朱利叶 可久能是什么人啊 两个朱利叶她都想到 就在久能要亲吻小倩之时 乱马原地复活直接覆盖了久能 并表示朱利叶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她 毕竟中国之旅诱惑太大了 乱马是真的很想去 真是豁出去 可无论是什么原因 小倩都生了乱马得气 她卸了妆 也不想演了 但你不演不行 我左助将还想演呢 结果久能和乱马争先恐惑地 救下了小倩 所以他俩也是想继续演的 没想到剧情也由此变成了睡美人 这也是主办方的意思 只要用稳唤醒沉睡的朱利叶 便可直接获得免费豪华中国旅行 在老爸们的帮助下 小倩很漂亮 可乱马扭扭捏捏的就是下不去走 两人就这样掀起了舞台的高潮 演出也圆满结束了 没想到这招也被小倩学去了 之后乱马在路上非常生气 小倩问她是不是想不隔着交代亲 这下乱马整个人都凌乱 然而万万没想到 所谓免费豪华中国旅行 是主办方叫旅行 她来自中国 眼下她保证给出一场豪华的招待 好家伙 看样子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马天天调戏梁牙 这次差点完脱了 他将用一生来治愈这心中阴影 这件糗事得从乱马新上任的未婚妻又今说起 梁牙为了给小倩抱不平 再次找上了乱马 又今对梁牙多管闲事的行为十分不满 对着她就开启了猛攻 梁牙并不知道这人就是小佑 在打斗时弄坏了人家的衣服 于是被乱马摆了一道 但乱马你这样真的好吗 人家可是你未婚妻啊 梁牙醒来后发现小倩在身边 于是感动得一塌糊涂 聪明的小佑看懂了 梁牙你喜欢小倩是吧 那我就大发善心撮合你们好吗 梁牙十分认可她的记忽 于是小佑做了一份情书约小倩出来 没想到打开时却被乱马撞翻在地 情书直接被踩成了挑战书 乱马在得知小佑的阴谋后 认为小倩一定不会赴约 没想到回到家就不见了她的综艺 乱马促意来袭 反观小倩气势冲冲来复战 没想到决斗变成了约会 聪明的小倩看穿了小佑的心思 反观工具人梁牙已经紧张到开始吃杯子了 就在她鼓起勇气想对小倩表白时 突将的重击直接砸在了她脑盒上 眼镜女孩声称自己是梁牙的未婚妻 可给这傻孩子虎住了 起了小倩一把就抓住了她这命运的小辫子 你呀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吧 在佑静的引导下 梁牙决定抛弃未婚妻继续追求小倩 乱马剑撞上去就是一盆凉水 你个小黑猪还真惦记上大白菜了是吧 看我不让你在小倩面前显出原形来 小佑的计划泡汤了 可乱马的大戏还没演完 毕竟迟钝的梁牙还没认出她来 结果对着她就是一顿调戏 还说梁牙变成猪自己也能接受 梁牙深受感动并心生爱你 就这样 玩过火的乱马将用一生来治愈这短短的一分钟 之后乱马说小倩是个轻浮的女人 花枝招展地去和别人约会 小倩听完生气了 明明自己接到的是挑战术来的 就这样 乱马就成为了真正的变态 梁牙这次成为了小倩报复乱马的工具人 两人决定继续约会 乱马也不甘示弱 当即就答应了和小六的约会 双方在由胡识巧妙相遇 梁牙已经吓到汗流加倍 趁着小倩和乱马互对时 将乱马打入水中 殊不知她的未婚妻会以这种上限 就在乱马要攻破梁牙内心防线之时 却被小又一铲子薅走了假发 小黑猪马上抱走了 毕竟乱马已经不止一次玩弄她的感情了 可也险些着了乱马的到变成黑猪 情急之下 直接用乱马当了垫脚石 三步并坐两步跳上了岸 但她的内心都算是背叛小倩了 已经没资格表白了 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但这祸又被路边的水刺成了猪身 面对小倩温柔的怀抱 她不争气的又跳了上去 而万美想到 小又在得知乱马的遭遇后 不但没嫌弃 反而觉得更有趣了 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三步女神的密谣又来了 这次是让人听话的傀儡只 只要用其烹饪再让人吃下 那人就会根据最初接受的指令 身中暗示诅咒成为你的小狗 你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 所以不用猜了吧 这超神外挂 正是三步为乱马精心准备的爱妻美食 三步一分钟也不想等 直接跑到学校去抓人 并蛮力拉到大树下亲眼看他吃下了傀儡包 所以因为山脯和喵咪的联合指令 乱马变成了只要听到喷嚏 就会去拥抱的变态 结果聪明的山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拿出了随身携带的胡椒粉 结果这一幕就出现在了小倩面前 小倩淡定表示你的继续 可一回头就踢爆了同学的皮球 反观乱马在和山脯抢夺胡椒粉时 不小心让更多的人吸入了进去 结果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 巧的是 小倩由于生气掉进了井里 结果到家时有些感冒 不停地打喷嚏 所以这是要发糖的节奏 眼下小倩一个人看家 可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他听到了稀稀锁锁的声音 别看他是个女汉子 但该害怕还是会害怕的 他炸着胆子拿着武器准备保护家园 没想到竟是乱马这大猪梯子回家了 你还知道回家 怎么不去猫饭店住 起了乱马一听到小倩感冒了会打喷嚏 他就直接跳上了墙 甚至让小倩离开原点 不过却让小倩更加心寒了 怎么样 发糖了吧 虽然乱马苦口活心地解释这件神奇的事 可小倩怎会相信啊 结果两人纷纷又抱抱的也终于困了 乱马不放心小倩 于是拿药送给小倩 却发现小倩已经发烧了 紧接着又去拿了冰袋 所以两人已经在秀恩爱了是吗 紧接着小倩一个喷嚏就升华了周围的温度 可万万没想到 山脯又来给乱马送吃的了 可即便卖相极佳 但谁还敢去吃啊 我乱马是不会上第二次当的 结果山脯掠尸小倩就搞得这里乌烟罩气 怒气直拉门的小倩本就不舒服 气得直接打了个喷嚏 就这样 乱马又背负了变态色魔 不道德等好几种骂名 奇料这次的食物更为劲爆 无论小倩和乱马谁吃了 都会接收到让两人反目成仇的指令 乱马手几眼快夹着小倩就开跑 山脯在后面烧卖猛攻 可这种东西是死也不会吃的好吧 结果乱马利用色诱术骗走了山脯的烧满 并设计让其吃下 没想到乱马人还怪好的 只是让山脯乖乖回家了 小倩经过这件事 终于相信了乱马说的话 紧接着一个喷嚏打开 乱马竟然没去拥抱 看来食物被消化后 暗示诅咒也会消失呢 不过两人也对包子烧卖之类的美食产生了阴影 甚至连大姐特意买回来的也不敢下嘴了 宝大华伦作为八宝斋的最强神技 由于使用太过危险 被他列为禁术将其封印 眼下为了教训两个逆徒外加一个乱马 他竟决定再次启动这个恐怖的招式 之所以把他弃成这样 是因为三人阻碍了他想和小倩去泡温泉的计划 是乱马利用他的弱点抓住了他 两个逆徒打算趁此机会对其进行添诛 却不小心弄坏了他堪比生命般的洗澡套装 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 于是决定对这群不孝之徒进行终极惩罚 那便是无差别格斗流终极的必杀奥运 结果只是一团气而已 原来太久没使用他已经忘记了 两个老爹倒吸一口凉气 那可是地狱般的残忍招数 至今也历历在目 师父大人他曾凭借这招轻松化解了危机 可悲剧的是 他如生命般真实的质宝也因此被摧毁 为了不让悲剧重现 他将此招列为禁术并永久封印 可想而知 三个逆子把他气啥样了 非得将三人做成活祭品 两个活爹被吓成了活祭 乱马则临危不乱 他不是忘了吗 只要先他一步拿到秘籍不就行了 两个傻爹如雷逛啊 看来屠杀恶尸的计划还能继续进行 眼下封印秘籍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天然温泉 几个女生正在享受 对八宝斋来说简直是神的恩赐啊 玄马想乔装成白熊下跑孩子们 奇料这群娃娃智商格外高 这里怎么可能有白熊啊 接下来八宝斋乔装猴子入狱 配合他幼小的身段 果然蒙混过关 但他眼下只想安静地泡温泉 万般无奈下 只能让乱马变成女生出手了 只要不接触温泉直接拿到秘籍就好了 可八宝斋怎会让他得逞 但乱马深知他的弱点 反而被女生们发现猴子是色魔假扮的 眼下正是夺取秘籍的最佳时机 无奈乱马用力过猛 直接摔进了温泉里 八宝斋趁机土盾 然而小倩竟出现在了温泉中 于是八宝斋和乱马各自心怀鬼胎 小倩在得知有人偷窥时 对着可疑的木盆就是暴躁重击 就在乱马要趁机得逞时 老头子却对小倩发起了突袭 乱马情急之下挺身而出 但也让自己成为了偷窥狂 八宝斋坐收渔翁之力顺走了秘籍 起料被埋伏在前的逆徒们再次算计 乱马中起个秘籍 但上面的笔记根本没人看得懂 眼下只能设计陷阱抓住八宝斋了 毕竟只有他能翻译得出 八宝斋一怒之下撕毁秘籍 能够镇压两个逆徒的绝招 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机会给谁不得烧高香了 经过几人轮流天珠 竟意外唤醒了八宝斋尘封的记忆 原来所谓的八宝大滑轮竟然是放烟花而已 乱马竟用一个球拍便可破解此数 八宝斋一怒之下 请来揪击八宝大滑轮 看你这次如何反击 然而乱马对付八宝斋的绝招 已练得驾轻就熟 可大家还是太小瞧八宝斋了 但是 然而他老人家就是很难死了 男伴女装的他 竟爱上了女伴男装的他 乱马又又又接到了一封战书 紧接着一个邮箱就朝他进行了猛攻 起料里面竟是一个精致的妹子 眼下他被打晕了过去 路过的又金见到他非常慌张 被丢掉的人叫红毅 是又金之前那所学校的同学 他可能并不知道又金是女生 所以一直心生爱你 那时的小又很为难 无奈之下 到处自己已经有未婚妻了 可他最近又开始频繁血性骚扰 于是小又送上了带有女乱马照片的绝缘信 就这样 红毅就恨上了乱马 这莫名其妙的胜负玉 直接气跑了红毅 可紧接着他就换了身形头来报复 还是小倩心言好 用行动告诉红毅 人家小又也是女生 可让人震惊的是 势必要夺回他的幼金大人 可这妹子心机太重了呀 把我们乱子的照片画得那么美干嘛 比赛规则是看谁帮小又卖出的好位烧更多 可99%的男生都选了红毅 只有这1%出于本能选择了辩子姑娘 小倩劝他放弃这变态的比赛 不料却再次点燃了乱马那该死的胜负玉 就这样 乱子拨出去了 看谁更懂男人 就是说非赢不可呗 现场太过炸裂了 小倩实在看不下去 直接将其拖走 眼下红毅以一片好位烧险上了乱马 可小又却出钱买下了乱马手中最后一片 所以这次算平局 红毅非常失落 化身树人跌跌撞撞地跑走了 乱马不知哪里来的同情星 竟然直接跑来安慰红毅 红毅其实并不讨厌乱马 只是看他实在是可爱 所以忍不住想要捉弄他 结果 所以只要是可爱的女孩子红毅 你都能接受是吗 眼下乱子后 有猛妞追兵 前有猛男埋伏 这双向的奔赴让他实在难受 为了解脱 乱马灵机一动 小一很早就来赴约了 两个未婚妻不知原因也焦躁不安 反观乱马男儿身帅气登场 他竟用出了久能在他身上用过的手段 妄图让红毅对男人产生兴趣 结果这招深深伤害了红毅 并对着乱马直接暴走了 他披天盖地的招数全部用在了他身上 导致乱马被打进水池变成了女儿身 红毅震惊 究竟是谁对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下了如此毒手啊 那不就是你了 乱马表示 只想回家泡个热水走 这点要求还不简单啊 红毅我肯定帮你达成 然而这依旧是乱马的计划 为了让他燃起对男人的兴趣 好家伙 原来这会有男扮女装的癖好 现在看来 人家喜欢妹子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可这一下却轮到乱马发飙了 他竟被这变态耍得团团转 还做出了那样的事还有那样的事 然而小六说话也说了一半 他之前的学校是男校 小谦无语 你们喜欢坑乱马是吧 红毅劝乱马消消气 并承认乱马才是真正的女装大佬 乱马气炸了 那能一样吗 族夫看到漂亮的女孩就会馋死 看到帅气的男孩就会死馋 乱马这一集的故事比较让人无语 竟然对我们的杨贵妃下手了 一开始的剧情还算很正常 天道家的老父亲被众星拱月当选了市长 可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只因最近城市里出现了那一大盗 然而这大盗就是他那无敌的师父八宝斋 眼下城中居民对他寄予厚望 无奈之下 只能祈求师父他老人家高抬贵手转移兴趣爱好 可老爷子却给他出了一招 就在今晚把所有的义务都一扫而光吧 毕竟制裁小偷的办法就是让他无头可偷 无奈之下 天道早云恳求好女婿乱马出面阻止 然而乱马确实比这两个活跌强点 不过很有限 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了 就这样 天道凶写了辞职信 这个市长是随时准备让位了 然而上任市长却在此刻有事相求 他私人博物馆里存放着杨贵妃的义务 要出远门的他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 所以想请天道家帮忙守护 据说里面藏有一个大秘 然而这件事却被八宝斋听进了耳朵 这天赐的恩典他岂能错过 于是凭借熟练的手法 将其偷了鸡摸了狗 其料才打开盒子 里面的衣物就蒙蔽了他彩色的双眼 原来这被称为杨贵妃的诅咒之兆 只要被其困住 等同失去双目世界变成灰白色 也就意味着师父他老人家将失去冻灭 原来这是天道早云的计谋 其料八宝斋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甚至还吵醒了沉睡在其中的杨贵妃之灵 就是说本剧情纯属虚构 大家看看就行别当真了 杨贵妃非常唾弃老头的行为 并直接收回诅咒之兆 负名的八宝斋根本抵不住这传说中的颜值 可杨贵妃却表示对糟老头没兴趣 说罢就看上了年轻的乱马 于是对乱马使用了勾魂秘术 碍事的小倩率先被击溃 就在两人要坠入爱河之时 却被小倩一盆子凉水搅了局 杨贵妃发现小虎变成了大闺女 当即花容失色 紧接着怒火冲天一袖子甩飞了乱马 眼下的乱马根本无法近身 然而故事远不止如此 这个杨贵妃竟然还会化行为妖蛇形态 然而在这个状态下 她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就会馋死 看到漂亮的男孩子就会死馋 就在危机之时 有眼无珠的八宝斋竟还会放弃着梦之拥抱 被恶心到的妖蛇对其就是抱头重击 真是有被恶心到 一下子就柔情似水了起来 眼下她顿去蛇身 恢复袁貌追逐打闹 玄马受惊之余直接跳入河里变成熊猫 这招反而让八宝斋钻了空子 杨贵妃不堪受辱强行摧毁了这人间戒指 八宝斋深受打击 决定去云游四方 但你以为天道兄的市长位置就真的坐稳了吗 毕竟八宝斋的嘴 就像阎王爷讲故事一般 鬼话连天的 是一场颠魄之间的暴躁对决 让两人为之疯狂的原因就是抢男人 一切都要从小倩误吃了八宝斋的大力面说起 这种面只需一碗 便可获得超级野生蛮力 这一点很快就在八宝斋身上印证了 此刻的小倩甚是暗数 只因白天她刚被情敌山脯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她参加了路边摊一个掰万比赛 竟被一只木偶领养内十力碾压 原来藏在里面的人竟是山脯 面对如此屈辱 小倩申请再来一次 可山脯却放下 哇 想赢我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所以眼下得到怪力的小倩开心极了 看谁还敢小瞧她 乱马和她掰了一宿都万也没能胜利 于是白天也来缠着她比赤 其料小倩仅凭一根手指 就让耳根子清净了 巧的是 乱马刚好落在了正在参加乒乓球比赛的山脯身上 小倩也是来参赛的 正好情敌也在 于是上去就是一腿 山脯没想到小倩竟进步如此神速 两人用乱马做赌注 开启了终极球赛 山脯直接干翻了叽叽歪歪的主持人 对着小倩就先发制人 然而山脯出品 皆是套了 小倩被捆了个结结实实 可这种东西当然困不住她 山脯发起第二波乒乓球制补重胶袭击 可依旧没能困住小倩 甚至还让她瞬间发起反击 山脯都没能接住这一球 反被小倩击飞 山脯很纳闷 这丫头是吃啥了 竟这么给力了 殊不知这种大力面是有副作用的 如频繁使用蛮力 会长出胡须 天道早云将解药浇给乱麻 毕竟乱麻也不想有个大胡子浇气 可小倩却不肯吃下解药 好不容易比山脯强了呢 山脯也在这时听到了大力面之说 眼下八宝斋继续推动剧情 一本正经地在山脯面前炫灭 随着八宝斋的声音在空中渐行渐语 山脯也吃了大力面 关于小倩比她还强这件事 是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 紧接着一场关于女人比利器的奇怪战斗就开始了 就这样 山脯吃下了解药 可两人也无力扳开大中被困于此 乱麻很害怕 山脯却很兴奋 情急之下乱麻心生一记 就这样 大中惨遭分身 乱麻得救 可小倩依旧不愿吃下解毒剂 除非能打败我再说 于是参赛者变成了乱麻和小倩 乱麻率先使出闪电五连发 可现在的小倩确实很猛 以绝对力量碾压一切 她能瞬间破解乱麻的美招美式 早云也不想有个大胡子闺女 于是将终极武器借给乱麻 可这漫天锁链依旧不能拿下小倩 乱麻凭借灵活的格斗技巧废物利用 加索已形成 可大力面却又给乱麻上了一刻 小倩完全变成了怪力女 可副作用也随之而来了 小倩惊慌至于迅速逃离 乱麻找了好久才找到了偷扑的她 不过这胡子也没那么难看嘛 开玩笑归开玩笑 乱麻依旧递上了解药 果然这样的小倩才最可爱嘛 未见过如此变态的男主 身体能变女人也就算了 现在连心理都变成了女人 乱麻本是一个阳光好少年 每天和父亲在天道家 进行严格的格斗训练 旁人总是受牵连的那个 眼下小倩辛苦做的料理 就被乱麻糟蹋了 她一怒之下将乱麻打进水池 使其头部撞到了石头 这一撞可撞坏了 醒来后的乱麻完全变态了 平时不拘小杰的她 变成了大家闺秀 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藏室的男人 眼下她的行为变得十分恶心 小倩看了想要代表月亮直接消灭她 更恐怖的是 她在看到自己裤头的瞬间 尽小脸一红 害羞到不行 小倩实在忍无可忍了 小倩直接将她拖进了训练场 想通过格斗激发出乱麻的本性 可乱麻一直凭借格斗记忆躲闪 她实在不想做这件事 只想安静地做个女孩子 结果小倩累个半死 她却安然无恙 乱麻还说自己要学习 如何做个好新娘 小倩心态炸了 也心灰意冷了 选马得知自己的儿子要变成女儿了 于是变得暴躁不安 她不想失去这个亲手培养的继承者 于是想对乱麻使用热水攻击 可乱麻刻在骨子里的格斗技巧 竟让她巧妙躲过热水 可更着急的却是岳父大人 一壶热水奉上 乱麻果然变回了男孩子 可她的心态却依旧是女生 她无法接受这副身体 都没有办法穿好看的衣服了 要如何嫁人呀 倩彻底是无语了 但还是带她来逛街了 乱麻在女士专区彻底放飞自我了 弄得小倩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小倩让她像个男人一样使用这个身体 可人有三级 乱麻根本听不进去 而且乱麻实在不想站着方便 已经忍不住了 小倩无奈之下一盆凉水爱砸砸地吧 就这样 小倩和乱麻只能先做姐妹了 小倩对她也是非常大方 漂亮的衣服说买就买 可小倩还是很在意乱麻的精神状况 乱麻却让小倩忘记之前的自己 眼下才是真正的她 没想到乱麻的厨艺也自动升级了 连大姐都在夸奖她 小倩憋了一肚子气 不小心走神划伤了手指 然而乱麻竟然还韵血 直接吓到腿软 更离谱的是 她居然还怕黑 还要找小倩一起睡 你这丝到底是不是装的啊 然而还真不是装的 两人分开睡的 小倩却是满心遗憾 两个活跌却感觉这样也不错 只要在一起能继承了副业就好啊 其料晚上八宝斋就闯了进来 非要让乱麻穿好看的衣服给她看 放在以前 乱麻一定要她好看 可眼下软弱的她 却想成全了老猴子 小倩看不下去一拳将其抱出窗外 她祈求乱麻赶紧变回从前 乱子执意要做女生 小倩一怒之下追着她猛打 其料又让她撞到了头 没想到这次撞到了正地方 从前的乱麻又回来了 玄麻更是高兴到泪流满面 我助擅长的忍术是草系凭空画地图 她虽然贵为私家密探 可一日三餐却都是大蒜 睡觉也仅用一张草席 还经常被久能带刀当作人体沙包 她的服务对象是一对变态兄妹 眼下小太刀做出了精美的取妻品单 她要用这份沉重的礼物去和乱麻表来 其料妄想正晚期的久能 却把这个当成了小倩送她的定情信物 于是全部炫进了嘴里 这小太刀哪里能忍啊 就算是亲哥哥也要送进地狱才行 于是拆家毁宅的大一灭亲之战便开启了 这死洞已经惊扰了一个人卖苦力的佐助 为了能在这个家待下去 所以她必须冒证生命危险去劝和 可双方火力实在猛烈 佐助无奈之下只能用冷水帮主人们冷静了 之后她就陷入了帮谁都对她不利的处境 就这样 佐助中年失业了 在公园消沉之际 却遇到了温柔的小倩 还被她邀请来天道武馆做客 大姐的温柔 就像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直接捅穿了佐助的小心脏 大家都很尊重她 甚至还把她当朋友一起下棋 只有乱马这副故意不小心地和她打闹了起来 小倩也趁机加入进来 对着佐助就开打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嘛 天道家也需要人体沙包嘛 可她多想话 小倩非常感谢佐助能当她的练习对手 为此晚上要请她吃大餐 反观乱马也送出了陪练小礼物 此情此景 让她想起了在九能家当沙袋的场景 都是少爷一个人玩的尽兴 晚晚也不给她点补偿 在这里 饭后还有牛奶喝 这是在九能家不可能喝到的东西 然而小倩给她住的地方也非常舒适 就连被子都有太阳的味道 果然不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反观九能这户刀子嘴豆腐心 才几个小时没见到佐助她就失眠了 甚至连两个女神都无法安抚她了 然而佐助这边 她画地图的功夫依旧高调 可小倩却给足了她面子 不但选择视而不见 还帮她说了谎 于是佐助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给小倩当私人密探 反观悲催的九能 已经没人帮她吃大蒜了 她才意识到失去佐助的严重性 这边的佐助一心想要伺候好小倩 甚至为小倩搭桥铺路 眼下失去佐助的九能就是生活久迹残障 连上学都迟到了 然而这还没完 小倩在体能课上受到了佐助的暗住 每一项运动都超水平发挥 眼尖的佐助一眼就看穿了是谁在搞鬼 于是放学后直接来到了小倩家 考虑到自己离不开佐助 但却重伤了佐助 所以佐助愿意为她抛下这张理念 她向天空呼唤佐助的名字 并对她道歉 打断她双腿双手也要带她回去之时 佐助更加感动 这么好的脸一定要完美接住才行 不然等下要吃不消了 于是两人又相亲相爱了